是的,你没有看错 我们一家又住进了这个狭小的地下室 为什么呢? 因为原子弹又爆炸了 唉,可愁死人了 我们这次的食物不多 但愿我们能挺过这次灾难 不过探险还是要继续的 这次还是让老婆先去吧 第十一天 早上的时候发现我病了 我有些难受 不过幸好老婆带回来两瓶水和一个医疗箱 悲痛的是老婆也病了 不过我们没有时间悲伤 因为我们的食物真的不多 这个医疗箱我决定让老婆用掉 毕竟我是个男人 我在痛苦中挣扎着 隐约听到了广播里传来微弱的信号 好像是关于政府军队的 又想到明天儿子要出门探险 说不定能带回些好东西 我沉沉的睡了过 你们觉得我这次能成功火到最后吗 想要议论告诉学长吧